首先预告,今天会是一条超长的影片 我写稿的时候已经知道了 大家好,欢迎回到另外我的频道 今天我会教大家如何选择一张梳化 如果你喜欢变形金刚系列的梳化 那些有电动升降,又有电动脚踏 还有按摩功能的梳化 我想我帮不了你了 你的味道是你的味道 不过我说真的很臭 未必是我这个频道可以介绍到的 今天我会继续几个步骤 大家在购买梳化之前要考虑的因素 那今集开始吧 第一件事,当然要计算你听的大小 你要确保你的梳化尺寸不会太大或太小 你们不要笑人,这是最常犯的错误 一是买得太大,一是买得太小的梳化 太大的梳化,当然可以给更多人的错 但其实它会令到空间变得更压迫 小的梳化就会容易被房间吞小 就像一个很宁丁的傢俬放在厅中间 一般我们会量度墙壁的长度 梳化应该是占靠墙那边三分之二的宽度 左右要留一点空间给它 好像地毯一样,要让它吸收一下 以后你可以放置角肌或地灯 增加软壮的感觉,层次感 我们千万不要墙壮有多阔,梳化就买多阔 因为如果梳化和墙壁一模一样的阔 它会黏着的 你把梳化本身已经靠墙 而左右扶手也被墙壁包住 你买一张漂亮的梳化,完全看不到它的细节 那就浪费了梳化了 没错,L形状真的很漂亮 我想很多香港人梦寐以求都有一张L形状的梳化 因为它是一个贵气的表现 可以多坐一些人,又可以躺在这里,又可以躺在这里看电视 我知道这个感觉 而在IG媒体上,亦都会有很多L形状的示范 那些L形状真的很漂亮 那就糟糕了 懂得看的话,你都会知道 这些比较大一点的梳化 通常它都会放在一些开放空间的空间 比较大的房子里拍照 这样才可以展示到梳化的细节 如果你贸然相信那些相片有这么大的梳化 结果家庭就会变成这样 左右很逼劫,没有什么走动的空间 如果大家对空间设计没有什么概念 我想大部分人对长阔高或数字很不敏感 很容易就买大了梳化 因为最主要是没有留意空间 我有一个方法就是大家可以试试用Mask Cain Tape 去黏在地上 规划一下你可以买到的梳化究竟有多大 又或者如果你有一张心仪的梳化你想买 你黏一黏它本身的尺寸在地上 然后感受一下它的尺寸会不会影响你日常生活的流动 不要说香港的屋子比较小 英国的楼子的客厅都不是太大 所以我们真的要留意 不要戴头就不要戴那么大的帽子 我用L shape,U shape 做例子的确比较夸张 但同样的道理你也可以形容在两座位或三座位的梳化上 另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就是你现有的家具 它们的尺寸你都需要考虑 你想买的梳化或者你想换新的梳化 它们会不会影响你日常在家里的流动和活动距离 会不会和你的茶几太迫影响你出出入入 而且茶几正常应该和梳化的座位水平或者更矮 不会遮到后面的梳化 正面看过去就会看到茶几梳化 就会比较有层次感 这个层次感就会令到家里变得更有趣 如果说实用性 譬如你坐在沙发上放一杯茶 你想放在茶几梳化上放在前面放低一点 是会比较好一点 没理由放高的 或者你坐在沙发上放脚 放在一张矮身的茶几梳化上也会比较舒适的 如果茶几梳化上比较高 你就会变成拉筋了 最后一个要考虑的 我想很多人会忽略的就是 究竟沙发能否进入你家里了? 英国外地就很简单 你们进不到门就退化了 但香港买家司就很少说 会有无条件退货 货物出门数不退换 很多人会认为自己家里的大门尺寸是可以的 但他们忽略了进入家里的大门前 其实还有一大段距离 停车上送货落地去到电梯口 电梯口上到你家那层 然后出走廊 再进入大门这段距离 很多人都忽略了 买沙发之前会认识电梯口的人 我真的会给他们一些掌声 因为有些旧的大厦 他们的电梯的确比较小 小的电梯 局限了他们可以买到的沙发款式 尤其是一见过原厂组装好的沙发 脱脚的还好一点 但如果脱不了脚 我们真的要小心考虑 你们不要笑人了 真的有这样的人不看尺寸就买东西了 如果楼梯更窄 然后就去投诉家事铺 为什么不帮他们想起 但你要想一下 买家事给你那个不是和你一起住 他没有可能知道你的家里的环境 所以你怪人也没用 如果你本身有设计师 或者是project manager 你要骂的话 记得骂他们 为什么没有帮你想起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才是最清楚 你本身的装修project 所以为面争拗 最好是订清楚自己电梯的尺寸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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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就是出电梯之后 能否转到弯 香港的大厦很多时候 它的电梯口比较窄 它走廊的距离 走廊的阔度不够 你把梳化出到电梯 但转不到弯 也是一个死症 也是最多人忽略的问题 如果你考虑买一张贵一点 预先组装好的梳化 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 我们要考虑 先收回把尺寸 我们要考虑一下 我们生活的lifestyle 和梳化的关系 因为梳化在我们家里面 最重要的家具 市面上其实有不同类型的梳化设计 其实它是迎合我们不同的生活目的 所以我们选择梳化款之外 也要考虑那张梳化 可不可以配合我们的lifestyle 买梳化之前 我们要问自己几个问题 会不会每天都在梳化上看电视 招呼朋友的机会有多少 有草物的话 他们的性格是什么 小朋友的岁数 你会不会在梳化上睡觉吃东西 又或者要考虑家里的成员数目 他们同一时间在梳化上的时间有多少 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梳化 他们除了款不同之外 还有实际用途也很不同 传统的就是两座位三座位 比较小的我们叫做love seat 情侣梳化 可以灵活变到一块块的 我们叫做module 或者section solver 我还没说梳化床 如果你在梳化上主要是看电视 会留一段很长时间的话 你就需要一个良好的 Christian support 的 solver 还有需要深一点 那你就可以完全下陷 黏着在梳化上 享受电视节目 如果你家里经常需要招呼朋友 甚至可能有些人家里 会需要议设计一些 formal meeting 客厅的梳化最好比较结构性 formal一点 直立一点的设计 module 或者section solver 就比较适合一些会搬家 租屋人士 不同的组件可以因应不同的需求安排 按实际需要重新排列 或者好像我这样 常常将家里的家具 调下位 变来变去 希望可以有新的冲击 新的视角的话 section solver 或者module solver 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如果你家人平均身高 比较高一点的话 你就需要考虑一些比较深的梳化 有小朋友 有草物的话 可以考虑一些 矮身的梳化 方便它们爬上爬下 梳化底会不会摆东西 如果梳化底有杂物 会不会令到你很困扰 有没有吸塵机械人 有空帮你打扫一下 清洁梳化底 如果这些东西都会令到你很困扰的话 我就建议你买一些 密封底的梳化 让它不会有玩具 一些杂物放在下面 不要让自己有烦恼的机会 至于小朋友或者草物 我想可以拆洗式 可以拆梳化套出来洗 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倒写的东西 毛发 吐吐物 大小二变 这些污漬 都可以一次过清洗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方便清洁 当你决定了你的生活风格 以及你梳化本身需要的功能之后 我们就可以收窄我们的范围 去选择我们的物料 如果我要比较布艺梳化 或者皮革梳化的话 我想两边的支持者 应该会互相骂 皮好好一点 冬暖夏凉 布好一点 多点颜色选择 不过皮有皮的好 布也布的好 我们不作无谓的争论 很香 真皮梳化的确触感柔软 透气 耐用 亦都比较容易清洁 但如果你想耐用点 耐用点的话 你定期需要用皮膏去保护皮革 款式或颜色选择上 我自己觉得比较单一 市面上的确有很多颜色选择的皮梳化 但我觉得人造感会比较强 如果你选择皮梳化 我想你也是欣赏 和喜欢一些天然的物料 喜欢独一无二的感觉 一张漂亮的皮梳化 应该可以看到上面的岁月痕迹 大部分的皮梳化都是用牛皮去做的 牛身前的皮肤会有很多伤痕 疤痕 蚊顶蚊 这些都会显示在梳化上 也是皮革的特色 染色的皮革就会将这些伤痕 瑕疵磨走 然后加上人工的物料 再加上牛皮花纹印压 因为面层有大量的人工物料在上面 阻隔了天然的皮革 所以为什么人们觉得皮梳化很热 很黏黏黏的感觉呢 某程度上都是因为选择皮 这些加工的皮革 完全不需要考量牛脊的质素 他们只是将大量的人工物料 蓋在皮革上修补瑕疵 价格上这种皮革相对比较便宜 亦是市面上大量的梳化公司提供的种类 因为它的底层其实都是真皮 所以都是真皮梳化 它没有欺骗你的 如果你想选择一些高级质感比较好的皮革 你可以选择Analine Leather 或者Semi-Analine Leather 这两款都是比较高级的皮革 它的原料都是来自一些油脂 比较丰富、细心康糊的牛脊 Analine 表面没有处理过 而用最天然的方式去呈现皮革的原貌 Semi-Analine 顾名思义 就是有少少瑕疵、有少少修复、有少少保护 但也是一个可接受的范围 这两种皮革可以做到皮肤及皮肤的接触 因为它们本身表层没有保护层 没有多余的人工处理 仍然保留了皮革自然的毛孔 所以亦是最透气、最接近皮肤 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合不符道德 可能有些维典人会走出来 但漂亮的皮革就是皮肤及牛脊 生前皮肤最直接、最赤裸的接触 是最直接的触感感 选皮沙发我会选一些天然的颜色 天然的颜色是指大自然 你可以在动物身上找到的颜色 不同程度深浅的啡色、干液色、干液色、黑色、心灰、Chucol 如果是浅色的话你可以选米白色、off white 但千万不要选纯白色 因为你在大自然会看到一只纯白色的牛脊 有的,不过不是纯白色 纯白色的沙发太不自然 人造感实在太强烈了 至于如果你对物料没有什么要求 但你又想选多颜色的话 我自己本身是布艺沙发的涌等 因为我有只猫 我老板最喜欢找皮的东西来换 所以我对皮革特别小心 希望他百年龟老之后 我终于可以换一张皮沙发 大部分人对于布艺沙发脚步的原因 最主要是怕污脏、怕清洁麻烦 所以我只会选择一些可以拆洗的布艺沙发 除了座垫和图片可以拆出来 连框的沙发套都可以拆出来 我才会选择的 那我可以洗得密一点 布艺沙发除了多颜色给你选择之外 它的价格范围也相当广泛 贵起上来的天然纤维沙发可以比美皮革 所以布沙发也不一定是省钱的 说到钱,帆布或合成聚资、聚资、运房是比较便宜的选择 亦是比较挺身的物料 有些帆布沙发甚至是满水的 倒写也不怕弄髒 当然倒写之后又要立刻抹 你放一晚它怎么都会吸收进去 要选择哪支沙发布呢? 今集我不说了 你们去选择沙发布的时候 自己试下沙发布自行决定 因为每个人的喜好都不同 今集我不特别介绍 不过一些比较好的沙发公司 例如入口的欧洲沙发 他们提供的布艺会有些特别的细节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等大家去选择沙发布的时候 会多一个考虑 第一个就是night fasteners 内光性 这个数值其实是说 那只布对UV阳光的敏饮度 很简单地说 颜色是会比太阳的UV光氧化 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公园的椅子 会越来越淡色 因为布晒之下 颜色氧化之后就会变淡 同样道理布梳化的布艺 其实都是染色出来的 这些颜色的辟纹 都会受到阳光的影响而氧化 久而久之就退色 所以如果你的梳化是近窗边的话 你就要考虑这个因素了 有机会会出现阴阳色 布的梳化面和扶手或梳化背会出现色差 你会否很介意这件事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night fasteners 这个数值 ISO就会有1-8 1分是最低 8分是最高 如果普通的家庭 我想5分就合格了 如果阳光猛烈 暴晒会有西斜的家庭 可能会选高一点的分数 我想你选梳化布艺 这些你也希望它会保持久一点 另一个值得留意的数值就是 Appration 起毛粒和磨损的指数 就是在同一个位置磨多少下才会有损耗 会不会有破洞或起毛粒的情况 他们其实是用机器在同一个地方打磨 不停打圈去测量的 一般3万以上 我已经觉得相对上非常耐用 适合一些heavy duty的家庭 如果说到是10万的话 我觉得已经是顶级的布艺 所以下次大家去看梳化的时候 可以问一下 售客会不会有这些数据提供 不要单靠触摸或视觉去看 或者做决定 有些数字、数据去实际反映 那张梳化布究竟来不来用 近几年出现了Bouquet的布艺 它是3D的迹法 质感很强烈、很立体 感觉上会高级一些 它可以将一张普通的设计 因为它的质感令到设计感更加强烈 加了一些材料给它 因为Upple Street本身也是设计的部分 我们看一张梳化 不单单看外形 面料也是设计的部分 所以你选择什么布都是整体设计之一 Bouquet是一种比较便宜的布艺 因为它是由Polyester和Acoulic 去编织而成的 但你问我 我就觉得好看不好用了 看数据其实它一点都不耐用 你可以发现到它很快就会出现毛粒或破损 如果你坚持喜欢Bouquet布艺的话 我会建议你找一些大公司大厂出品 它们的出品相对上比较耐用 比较好一些 最后一个我会留意的就是Construction的结构 市面上有很多Budget Sofa 但是其实它是牺牲了它们的结构部分 因为看不到 它里面的心理不会知道是怎样制造 买回来的时候没有东西的 但是一点都不耐用 我买梳化的时候 我就会看一下它里面的结构 看一下它们是怎样制造 首先做一个评估 它里面是用什么木造 它里面的梳化框都是用甲板木造的 因为制作成本比较便宜 如果能力许可 我建议可以选择一些实木框的梳化 不单止是实木造 它里面的梳化框都是实木造 会比较耐用一些 而且它的重量比甲心木造的梳化比较重 梳化没有那么容易走位 因为我听过很多客人说 它们质量比较差的梳化 坐的时候会走位 偶尝要推上梳化 又或者很大力跳上梳化 我不知道有多少情况会跳上梳化 跳上梳化的时候会退位 而整张梳化最脆弱的就是梳化脚 平的梳化可能只有一两个螺丝 去固定梳化框和梳化脚的接触 我自己会看看梳化会不会那么稳定 还是已经一体承认 将来坐下去会比较舒适和安全 因为一家大寺坐在梳化上 如果断了梳化脚 其实也挺危险的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对于家里有其他傢俬单品 不知道如何入手 或者要留意购买的事项的话 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 这支影片很累 讲一件产品讲这么久